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议一周博文观世界时政 这里是一周国际 我是马英林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9月15日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将边境就停火协议达成一折 据我新社报道 上方停火协议已经得到了 亚安全委员会秘书阿尔免格里哥良的确定 格里哥良接受亚美尼亚公共电视台采访时 在国际社会的参与下 双方就边境停火达成一折 另外 据俄罗斯楼大新闻网报道 亚的边境近日爆发冲突 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升级紧张 亚美尼亚方面说 阿塞拜将军队使用大炮和无人机 向亚的领土开火 亚外交部指责亚方引发武装冲突 破坏和平进程 俄罗斯 美国和法国呼吁冲突 双方保持冷静 9月16日 CNN报道说 根据彭博写亿万富豪的指数 印度超级富豪高塔姆阿达尼 已经超越了亚马逊公司始创人 杰夫贝佐斯 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的富豪 报道指出 在亚洲 阿达尼成为了 首位在 瓶薄亿万富翁榜单上 获得这么高排名的人 据报道 阿达尼拥有1460多亿美元的财富 证刺于全球首富马斯克的 2600多亿美元 这个主要和它庞大的 阿达尼集团股份有关 阿达尼的旗舰公司 阿达尼企业有限公司 经营多种的业务 包括近年来 蓬佩发展的港口和煤炭 今年2月 阿达尼超过了 印度富豪安巴尼 成为了亚洲首富 9月17日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签署宪法修正案 将首都重新命名为阿斯塔纳 哈萨克斯坦总统府网站的消息说 托卡耶夫当日先后签署 关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签署的修改和补充法律 和关于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首都鲁尔苏丹市 根名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 阿斯塔纳市的总统令 该总统令 自发布之日死生效 9月18日 日本气象厅发布消息称 台风南马都当晚19时左右 在日本九州六二岛院六二岛市附近登陆 九州电力公司披露 当日下午 南马都已经造成了九州地区近20万户居民停电 九州电力公司称 截至当日18时 南马都共造成九州地区19万多户居民停电 其中 六二岛院约11万3570户居民停电 共其院约6万1770户居民停电 长期院约15000户居民停电 红本院约15210户居民停电 大份院约2450户居民停电 复干院约750户居民停电 左鹤院约360户居民停电 9月19日 英国为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举行过 葬皇室成员 英国政府官员和多国的政要出席 很多英国民众纷纷港往伦敦 或者通过英国媒体观看 实放直播 向女王最后道别 当日上午11点左右 英女王葬礼在伦敦 威斯顿斯特大教堂举行 并且全程直播 葬礼仪式持续了大约1小时 约有2,000人出席 柴伊斯三世夫妇 安妮公主 爱德华王子 安德鲁王子 惠廉王子 和克里王子等皇室成员 参加了葬礼 葬礼正式开始前 为王的宁教由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转至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时 就在宁教附近的柴伊斯三世一度是内 11点55分左右 葬礼进入尾声 军号手演奏最后的岗位 英国全国密哀两分钟 随后 葬礼在英国国歌和埋哀乐声中结束 9月20日 2022年 赫洛威国际商用车站在德国赫洛威登场 作为世界领先的运输和物流工具展示平台 本届的展会吸引了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间参展商 据介绍 今次的展会由9月21日持续到9月25日 参展商涵盖重型和轻型商用车 公交车 转用车 配件和设备製造商等 展会以移动中的人员和科物为理念 穿颜与创新、生产品和服务 参观者可以通过私家来体验行业创新和数字化 9月21日 俄罗斯总统蒲敬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宣布它已签署部署动员令 并在当日启动 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理解俄罗斯首次进行战争动员 当日俄罗斯国防部长赵伊古下令 开始执行总统发布的局部动员令 普京宣布 只有目前处于预备役的俄罗斯公民 首先是在军队服过兵役的公民 具有一定军事专业和相关经验者 才会被征召入午 征召入午的人 将会被接受额外军事培训 普京称 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都不会改变 支持顿瓦斯克 劳金斯克 扎波罗烟 以及克尔松地区大多数居民 做出有关他们未来的决定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听和观看 同时记得订阅GAD TV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和最新消息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GAD TV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